咻咻咻咻咻咻 咚 嗨 晚安 早安排 半夜都會來 臭豆腐 當兵之前在那個鞋店上班 然後 下班的時候的同事都會 揪來這邊吃臭豆腐 在新泰路 新作新泰路這邊 這間臭豆腐真的很屌 只要朋友啊 那就是譬如說要吃巧克力什麼 如果開車的話 都會帶到滿趣的吃 臭豆腐 這個臭豆腐是外面很硬的那種 脆脆的 然後表面很粗糙的那種 我每次吃啊 因為 因為我這個門牙不好嘛 我都會用這個 舊尺啊 或者是比較後面的牙齒鳥 然後都會磨到我整個 牙齒的那種 很好喝 今天是開到 晚上11點開始好像開到早上吧 開到好像七八點 宵夜場 面線 沒什麼好說的 料超多的啊 好 裡面的大湯超多的 多了快滿快辣 大碗小碗 可大可小 可大 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晚上有打牌 晚上安排之後就會去吃個宵夜 然後就會 開始剪片 可能剪到 早上 或是剪到快中午 然後就 睡覺 如果說呢 有出門的話呢 就會 順手 就是 紀錄一下 那如果有其他拍攝安排的話呢 就 要調整座型 就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不對 沒換衣服 因為 工作到現在 宵夜 接著吃早餐 然後 等一下就繼續忙 忙一忙就睡覺 早餐呢 我滿喜歡吃的是 雞 的吧 然後我等一下就 不禁去拍了 因為這個 老闆娘跟老闆呢 個性非常有態度 他們非常有態度 我怕拿攝影機他們會 更有態度 我喜歡他的蛋餅就是 培根起司蛋餅 或是玉米起司蛋餅 因為他都用雞蛋餅 所以那個蛋餅吃起來就 特別的飛 特別的有料 OK 買到了 買完蛋餅呢 還會去隔壁的 這個 買這個 電影商店買不到 但是 方便的時候我愛喝 對 所以 一定會順路買一下 你真的好了齁 謝謝你 各位 順便來買一瓶豆漿 對 這邊 這瓶豆漿 喝起來有點像 那個 高雄的四海豆漿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都會 買一瓶回家餅 YES 培根起司蛋餅 哇 大部分那個 超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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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吃早餐 除了等一下繼續工作之外呢 4月份的直播呢 也會有一些調整 本來是固定 週六晚上10點直播嘛 然後時間呢 可能會改成 晚上 8點 對 因為浩哥的家人 坐席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之後有確定的資訊呢 再跟大家說 先這樣 先告訴大家一下 掰掰 訂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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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啦